大家好,說到地表上最強的男人 大家會想到誰呢? 是格鬥技的重量級世界冠軍 還是能用單手指柱地震的魔鬼老爹 還是不管什麼惡勢力都能一拳粉碎的光頭? 這個嗎?我得說都不是 地表上最強的男人毫無疑問就是龍啊 是什麼?你們不知道龍是誰嗎? 真是受不了耶 那麼今天要來介紹的就是這部 傳說中的最強漫畫 地表上最強的男人龍 我得說他不管是標題、劇情、構圖 還是靠腰的程度都是地表上最強 馬上就來看看他是怎麼樣的作品吧 地表上最強的男人龍 是1977年在週刊少年Magazine上 連載了20話的腰傘作品 劇情在講主角雷英龍一生下來 就擁有超乎想像的強大力量 那麼他到底有多強大? 漫畫第一頁本人就出來說 我是雷英龍是地表上最強的男人 不管是怎樣的對手 我只要0.2秒就能送他上西天 哇哼啊我的力量 我這恐怖的力量啊 雖然聽起來像是中二病的自言自語 但龍的實力是貨真價實的 有一天龍就去參加空手道的全國大賽 規則上不能真的打下去 但龍無法控制力道踢中的對手 被判犯規輸了比賽 然後對手比完就覺得很不舒服 女友來關心他人家的頭就突然爆了 然後咔嚓 一個好好的人瞬間化為一灘血肉 而因為這樣龍被師父的道教租出了師門 道教還給龍戴上了不知道哪來的鐵甲面 來封印他的力量 之後龍就被唯一的親人妹妹月子 躺在家裡的地下室過著不見天日的生活 然後有一天月子就搬出一台非常前衛的機器 說這機器可以壓制你的邪惡力量 月子就把龍給裝上去 這時有兩個人破門而入 是師父的道教跟一個穿著暴露的女人 道教受到了神的啟示要來殺龍 而女人是因為五年前被龍打爆男友 所以化為了復仇的惡鬼要來殺龍 是說復仇有必要打扮的像什麼 亞馬遜叢林女戰士嗎 女人就來到龍的面前 一個被綁著的男人跟一個穿著像戰士的女人 根本就是那種玩法啊 然後妹妹月子坐近不知道哪來的宰具說 我不會讓你們殺了哥哥的 但是女人一腳踢過去妹妹的頭就爆了 目睹妹妹的死龍的憤怒爆發 三個人展開激烈的肉搏 但被假面封印力量的龍漸漸處於下風 這時女人拿出一個附有圓具的頭盔戴在頭上 既然有這種帽子 簡直比海民寶寶的喝汽水冒冒還要酷 道教就把龍抓起來丟到女人的頭上 然後嗚嗚嗚嗚嗚嗚 看起來很痛 這到底是三小武器為什麼要特地戴在頭上 而龍完全不為所動 把女人抓起來當成雙結棍甩來甩去 最後女人被他扭成一團 道教也被龍砍斷雙手覆山而逃 失去唯一的親人龍發誓要向道教復仇 在此同時道教面前出現了金光閃閃的佛像 那就是道教口中的神 神叫道教用念力讓救世主復活 只有救世主才能消滅龍 然後就突然出現一台超大念力增幅裝置 道教就往裡面灌注自己的念力 剛剛的妹妹也是為什麼這個世界大家都人手一台大機器 這跟冰箱一樣是標準配備嗎 反正道教的念力就達到了最高境界 喔我感受到了 我感受到救世主的御靈了 這時在奈良的寺廟裡有和尚受到的驚嚇 怎麼會佛像浮在空中呀 然後不得了了全世界的佛像都飛了起來 然後前往同一個地方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多的佛像真是壯觀 就這樣佛像聚集到大機器身邊 道教就轉呀轉的佛像也轉呀轉的 一個肉體漸漸形成 佛像發射光線 道教大好 嘴 一個人誕生了 喔我讓救世主復活了 救世主耶穌基督 沒錯我就是耶穌基督 為了打倒龍我復活了 等一下一個叫道教的人召喚一堆佛像 然後從佛像裡蹦出耶穌基督 這到底是什麼宗教俄羅斯套瓦 教徒們看到這漫畫會吐血吧 然後這是什麼藏不住的水行俠感 我一定會殺了龍的耶穌說 然後耶穌的手開始發光 啪啪啪啪 出現了兩個肉體 道教大吼 這…這次 耶穌剛復活就創造了奇蹟 他讓世界上最強的男人復活了 那就是宮本武藏跟那個李小龍 等一下宮本武藏跟李小龍 到底是什麼奇妙的人選 作者是向小學生做了問卷調查嗎 他們確實是很強沒錯啦 而且世界上最強的男人有兩個是怎樣 然後從頭到尾到底在演三小 反正就這樣耶穌基督 宮本武藏李小龍組成了 復仇者聯盟要去殺龍 而在此同時我們的主角龍 在高速公路上奔馳 頭上有飛碟 然後他就被車撞了 然後送醫院 可以不要一直引誘我說 這到底在演三小嗎 然後三個奇裝異服的男人就闖進了龍的病房 要來宰了他 武藏李給我殺了龍 耶穌大喊 兩個人擺好架式 但龍一瞬間給整個空間巨大衝擊 宮本武藏跟李小龍化為兩個血人 然後身體所有細胞都被粉碎消失殆盡了 真的好強 然後龍對著耶穌一拳打去 整家醫院直接崩塌 這時龍想起了一切 我知道了 我為什麼要戰鬥 還有我是誰 我的身體是由人類的思念能量創造出來的 怎麼可能人類才沒有那種力量 耶穌說 閉嘴假耶穌 啊 這時耶穌露出了真面目 原來他是一個惡魔 去死吧龍 讓你見識我們的可怕之處 惡魔吐出了一堆惡魔 那個量大到直接把龍推到宇宙空間裡 真的好多喔 嘿嘿嘿龍啊 這就是你的最後了 用我的念力來處刑你 惡魔的念力啟動 在美國飛彈基地的飛彈全速起飛 蘇聯基地的氫彈也全速起飛 看呀 所有的國家的飛彈原子彈 氫彈全都來啦 惡魔們騎上飛彈 啊哈哈哈 楚行你龍啊 是我們惡魔的勝利 挖勒整個地球的所有火力 都往一個男人轟過去 我從來沒見過這種大場面 只能用木凳口袋來形容 然後蹦 呵呵我們贏了 龍死了 惡魔很得意 但是天上突然下起了惡魔雨 原來龍挺住了所有攻擊 並把惡魔全部打倒 真的好強 龍把鐵甲面給摘了下來 然後周圍浮現出一條一條的寶寶臉 我實在看不懂這到底在畫什麼 然後出現了長長的說明 要約起來就是說 龍是由20世紀生下的 所有寶寶的思念構成的 而地球的大人們 已經成為了物質文明的奴隸 大人們的壞念頭招來了惡魔 在這樣下去 地球會走向毀滅之路 感到危機的寶寶們 就給予龍力量來對抗 現在時機已經成熟了 龍從外太空一拳往佛像砸去 我是地表上最強的男人 龍大吼 拳頭直擊地表 然後大地裂成兩半 然後地球也裂成兩半 正義必勝 真的好強 就這樣龍打敗了惡魔獲得的勝利 但是戰鬥還沒結束 因為把地球搞成這樣 龍被世界上所有的大人給追殺 然後想當然地表上最強的男人不可能輸 龍就把幾十億的大人全部反殺光光了 可以說是 既醜八怪小貝 醜八怪小貝貝 把大家仇死光光之後的壯舉 然後天上降下了梯子 地表上只剩下了小孩 這個地球已經脫胎換骨了 我的死命結束了 龍說 欸地球不是被你劈成兩半了嗎 然後龍走上了天梯 走呀走 龍前往的終點是天堂嗎 我們不得知 演完了 呃 除了到底在演三小 我也沒別的話可以說了 唯一可以肯定的事情就是 龍是地表上最強的男人 那麼這就是地表上最強的男人龍的介紹了 而這部漫畫除了劇情有夠靠腰 不知道從何吐槽起之外 它的構圖也是很有趣 看起來是參考曼陀羅在畫的 明明是1970年代的漫畫給人的感覺 卻非常新鮮 有種莫名的藝術感 加上大量的佛像 作者應該是對佛教很有心得 很有心得 還讓耶穌從佛像裡跑出來有夠靠腰 總而言之 他真的各方面都是地表上最強的漫畫呢 那麼今天的漫畫就介紹到這裡了 再見